台北市顶尖明星高中 竟爆出社团兼任男教师 涉嫌性侵学生 该教师去年3月 12月以及今年1月 分别遭到通报 涉嫌性侵三名学生 周三该校召开 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讨论 两个案子中确认 有一个性评案成立 确认的结果是性评案件成立 那学校会尽速将 这个成立的结果报到九里面来 那会将这名当事人 列到全国不适任教师 教育人员资讯网 从通报之后 当事人之后将不会 在各级学校禁用 所以这名社团老师 未来在校园当中 可能是不能再做一些 指导的情势 北市教育局表示 该是行为符合 性别平等教育法中的性侵害 最后符合刑法中的 妨害性自主要件 已经启动了学校 相关的辅导机制 那会给予学生 一些辅导的资源 那必要是提供一些 智商服务 那目前学生的心情 还算稳定 之后呢 我们教育局会要求学校 在聘用这一些 契约金融人员 或社团老师之前 应该要做一个讲席 让他们知道 师生伦理的奉纪 在校园当中 是什么样的规则 想看苹果 不用这么搞刚 注册就好咯 苹果日报网站APP 限时免费 4月10日前注册 一起加入好评语吧